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是特首尊阴拳 我告诉你还真有关系 你看他的领结 最早枪权三人行 我不是打领结 那就是咱们刘老板给我设计的 他为什么给我设计呢 他就是让我学增音权 因为胞胎增嘛 他是挺好玩 每次都打一个领结 所以特首也没什么希望了 要不然继续打下去 特首就有望 咱们心想十七大 现在心想十七大 这个十七大 那天我看人都出来了 我很高兴 你很高兴 我很高兴 就是胡锦涛主席 介绍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我一看就乐了 怎么了 都跟我有关系 又跟你有关系 这叛奖关系了 什么人都跟你有关系了 习近平 那是咱姐夫 我见彭丽媛 叫姐姐呀 你就真哪会一起走过穴呢 别胡说 我同台演出 不 真的是有关系 你知道我一看报纸啊 他在河北正定县干过 你知道吗 我石家庄啊 郑定你知道吗 郑定你知道吗 大佛寺 梁思成的那个中国建筑 突测第一 就在石家庄 那不得了的 宋代建筑 明代建筑 漂亮的很 就在石家庄那吧 而且就说 当年人家那个习近平 在郑定县的时候 就说听说要拍电视剧 《红楼梦》 哗啦吵 就是说 我们要建一个荣国府 当时的有些人 可能还不理解 但是后来发现 靠这个郑定县 靠这个荣国府 这个旅游业啊 那大收大忘 赚了大钱 哦 他就跟你们有关系 哎呀 李克强呢 那李克强有什么关系了 李克强 我先给你们看 他照片 是吧 你看你看 咱们先看看 这个这个这个 哎 这是李克强 你看说年轻 咱们就看年轻 高中的时候 在合肥 好像是八中 全班同学合影 李克强 你再看这下一张 这是现在的 李克强的风采 是吧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习近平 看到呀 郑定县任职时 在我们实在庄旁边任职的时候 照的 你知道吗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呃 他的这个父亲吗 大家都知道 他长得很像 他长得像吧 长得像 他跟他父亲长得像 你看 左就左边是习 习近平 小小时候 啊 习中勋口碑是好 对对对对对 改革开放 对对对对 他的口碑非常好 对 好你继续 哎你们还让我聊 你关系没想完 我说我们很好奇 李克强跟我是什么关系呢 啊 那叫同好 你知道过去在他 哈哈哈哈 怎么不行吗 行行行 我们不能跟国家领导人 一个号吗 可以 他小时候是个 读书如痴如狂 就他那乡亲们呢 现在到村里 吃饭的时候 那乡亲们都说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吃的饭 一页一页翻书 就这么 就这么吃饭 小时候最爱看的书 跟我一样 水浒传 水浒传 我看了十几遍 那时候我就 最爱看 而且呢 看了之后啊 他当时给村里的人讲 所以在村里 被称为说书人 就是讲这种 历史故事 就是人家 读书特别多 我现在不是做 那个文涛拍案吗 对对对 不是也有人说 有点像那个 说咱尽量扯关系吗 咱们是 对对对 这中国人略根性就来了 怎么不略根性 一看到 人家对党的热爱 你这个就是 你看到也是政治新兴 然后就立刻就要攀关系了 就拉关系 这多危险 你好比你像那个 你能拉上什么关系吗 我拉不上什么关系了 我就 有什么关系拉 也同好吧 也爱看 对对对 我就是还真的 就是说 咱说正经的 我觉得这个香港报纸 我今天看了一大把 对他们的介绍 我现在发现 可能这个所谓 比较年轻的领导干部 你发现没有 他成功 好像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说低调 你像说老实话 这李克强 虽然咱们是同好 对吧 但是呢 不就是说 我过去 真是我 我很幼稚 我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没听说过 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不是还跟你说了吗 小道消息 你小道消息一般我都不听了 但你知道 不止你没听过 香港记者 今天我看报上报啊 说昨天呢 在这个北京街上 街上问一些街上老百姓 说你知道出来的新人吗 李克强 然后呢 这个访问街头老百姓 有些骑了个脚踏车的 北京市民就 谁呀 没听过 还有个老百姓 更弱智了 问他说习近平当了吧 他说 那坐了以后还回上海吗 我看香港报纸那标题 好像说是什么习近平 可能掌管这个港澳 这里的事务 因为他们说逻辑上 他是取代曾庆红的位置 曾庆红原来是主管港澳事务 他是管书记处嘛 有可能 其实呢 跟我真是有关系 我真是有关系 搞半天 你们这两个 你们这两个 怎么这跟你也有关系了呢 跟我关系最简单的是 同龄人 哎呀 悲惨啊 我说一看这个消息 我说国家是可喜可贺啊 我们自己啊 就可悲啊 失落了 你看他同龄人 一看将来 关治岭南教授 完了 完了没了 我以前有过一次 那你还想怎么着呢 我听你我听你讲 我以前还有过一次 有一次听 我在开车 进一停车场 听到一广播说 汤尼布莱尔 英国那个首相 好像才50来岁嘛 对 退休 然后那个普京啊 也50来岁 对 我当时呢 他一边在听广播 一边在想 不行不行 要做大事情啊 现在就要努力了 不能荒废时间了 就在这样想的时候 我的车的右边卡住了一根柱子 卡啦 一次卡住 这大事就来了 我心想我真是没出息 就那么想想 胸围大师自己的车就卡住了 现在看到他们做到 这你就说明 不要老想着胸怀大志 要留神脚下 对 处处都是半 完全没有出息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真的是 第一次中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人 进入最高领导阶层 是吗 这个海外非常关注 对 这个我们开玩笑回开玩笑 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划时代的 对 而且呢 也有很多人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 大家之前就在猜这回这九名常委 他们人选变化 主要是想摸出一个什么 就是他有没有一个规律形成了 这个规律 比如说我们过去也听说过这个讲法嘛 就政治局常委呢 68岁就死线了 过了68就得退了 李锐环创过来的规矩 对 这是有这么一个规矩嘛 那么这个规矩现在得到延续 那么就是68岁 就是一个死线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就觉得这很好了 很制度化了 这就表明了 从外国或者是外间的角度看来 这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很长时间 大家觉得中国的政治啊 很神秘 就是说谁上谁不上 好像无规可循 就找不出一个很常规的一个逻辑出来 那么于是呢 很多人呢 就觉得跟你中国打交道呢 有点困难 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将来这个政治的政策的延续会怎么样 我今天跟你谈那你明天又会怎么样呢 后来又会怎么样呢 但现在呢就慢慢摸索出一个制度的规律 就说年龄有死线的 过了这个死线呢 就撤了 你不同意吗 这当然是好啊 尤其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情况下 这样划死线是比较好的 因为否则的话 你灵活处理就讲不起 我听见我爸他们那个好些那个就是同龄人了 就是退了休 其实也是发牢骚 就是说我 我这个高级工程师 我一辈子的经验 他有些可能确实是 就是说 我确实我在这个厂里待了这么些年 我比这些新上来的这些人呢 我的经验丰富 你知道他们是水泵厂吗 那个这个工作经验很重要 那么这就是说 那你该怎么看呢 但是问题是 你要想想看最近几年的世界的政治潮流啊 就是全部都年轻化 以前甘乃迪当美国 你看就是布莱尔 布莱尔啊 然后你再看现在这个英国也很有希望当首相 他保守党那个主席啊 英国保守党就叫大卫甘马伦嘛 金马伦嘛 David Cameron 30多岁 然后呢 现在英国的这个部长啊 现在他的内阁几个大层面也有30多岁 法国也是 仔细你想起来 这一代毛泽东他们这一代打天下的时候也都是40多岁 不到50都很年轻啊 就是开国大典的时候 那50岁是一个标 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年龄 对 雄之鹰发 现在回过头来想50岁 哇了不起了 年轻人这样进去 但是 我自己还有个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总觉得 这批人都经过文革 不 其实前一批人也经过文革 大家位置不同 前一批人 他们的进入社会 入党 是在文革前 他们到文革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自己的位置 有自己就 或者你在派演哪一派了 而李克强啊 习近平啊 他们 他们是等于在文革当中下乡 知青 第一次有知青进入常委层 你这个就是不理解这个意义 他们在文革当中 像习近平这样 习仲勋这样家庭是被冲击的 所以他们也 那个时候也一定在弱势的 就是社会的底层滚过的人 所以徐老师 你看他又找着关系了 他也是知青 他也是知青 我跟你讲没错 我真的相信 当年是在延安插队做知青 然后后来人家还有名言呢 就是说那段知青经历啊 确实就是说那么难的情况 那么苦的情况 不也照样干工作吗 所以说以后你再碰到什么情况 就想起当年 当知青的时候 就说那有什么不能工作 毛主席以前说 你不知道中国的农民 就不知道中国 但在中国的具体的政治环境下 他要是多知道基层的事情 多知道我们经过最困难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觉得很重要 因为中国目前虽然制度化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 当然了 什么时候人的因素都很重要 我觉得 我们去一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都攀上关系 好 那你刚刚说这个年纪的问题啊 一般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有年轻人出来 当预备当国家领导人 或者现在做国家领导人 是一个好事的当中央领导人 是因为呢 过去啊 很多人对于中国政治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觉得中国政治是老人政治 就比如说像毛主席当年 或者是邓小平当年这样子 就大家觉得呢 老人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老人政治是个贬义词 贬义词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上了去之后 他就不退了 他就一直做到过去的这个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一旦你获得权力 你一直是终身的 对 一直是终身的 对 那么现在轮退呢 这就表示呢 这个权力不是跟人走了 是跟位置了 那么人呢 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要走的 这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做法 那么这就等于取消了 就是不再存在过去说的 老人政治的那种可能 所以这是大家觉得好的地方 可是话说回头 虽然说这么做很制度化 然后又很符合国际潮流 但是呢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就你从政到底应该是年轻人好 还是老人好的 一般的想法 就是年轻人有新想法 新概念 新思维 新作风 等到你很老了 你才去做 你可以说你经验 但经验往往成为你的一个 绑住你的东西 束缚你的东西 你比如说像日本 这个首相 一年就换了 不就换了一个 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给换下台了 安倍晋三 是吧 然后上了一个呢 就是典型的 日本的老头政治家 据他们分析说 本来不会是他 只是因为那个麻生 尚未太急 搞得很多 那个党内的大佬都反感 对 最后就把那个福田 一个老人家 对 福田康夫 抬出来了 所以你看 这老人家呢 这时候就有作用了 而且有时候啊 你会看到有些年纪大的一些政治家 他真的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他处理的比较妥善 比较稳当 你刚才说的经验 他稳 这个 我听你们说这个 我都觉得是有风险 为什么 这个其实对吧 就是我脑子里觉得政治的事 聊起来 我觉得浑身发颤 所以呢 因为咱们那个节目啊 因为咱们的节目是跑题跑不停 你知道我最近发现有些时候吧 人家会觉得 哎 明明是在头说这个事 后头就说别的事去了 但是有时候人家会说 你们全是说我呢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自己脑子都没这样想 不是 其实这个不单是政治的事 没有大学里也是这样 对 年龄这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不讲政治的吧 你大学里也是这样 你比方几个教授 你到一个年龄 比方65岁 或者60岁要退休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刚过了线的这个教授 可能水平非常高 很有 对 而比他年轻一点的这个呢 可能比他 就是大家公认都比他差蛮多 但是他呢 你合约一来又是好几年 其实你给了他合约 他过几年比他现在年纪还要大 但是你说否则怎么办呢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时候 这个东西是很棒 那种感情上 像我比方说实在好 我看到像吴怡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也说政治家吧 退下来 我总觉得蛮可惜的 就像中央这样 这样的人很少 但是他们说 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对不对 曾庆红啊什么 都是年龄的关系 但是反过来 他们就说 要是你不那么划线的话 那中间就好像 大学里是这样啊 大学很难啊 不光大学 我倒是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什么呢 就是在咱们平常生活里哈 他容易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呀 老一代的领导 我跟你说啊 实际上慢慢的呀 我没法跟他说话了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呢 比如说你 你在一个公司里 他老一代的领导 我们都很尊重 呃呃 你你你的那个 这个这么多年来 形成的威望都特别高 我就发现呢 有时候 比如说你谈工作上的事 你得跟 就是中层干部谈 我们年龄相近呢 大家彼此之够 没有那个 你还是觉得年龄 没有那个尊卑 我我我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像是咱们老板 对吧 其实心里太尊重了 所以有些时候呢 就是说 你说刘老板 刘老板年纪不大 不是 他相比起 你像文道这个年龄 咱们公司 现在你看 具体做节目的 他都是让这些 具体做节目的 呃 来负责了吗 这些呢 我们谈 可以平等的谈 你明白吗 可以平等的谈 你说我有什么要求 我做这个节目 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怎么着 呃你们做的有错误 这大家可以谈痛快了 你知道吗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像 哎呀 他当年 那都是带我们出来的人 是我们的老师 师长辈的人 而且呢 现在有那么高的位置 这么大的一个台 你明白吗 像我这么个小 小打工的呀 跟他谈工作 一个是觉得人家管的事太多了 人家顾不到你一个个人 嗯 再一个呢 有些事 比如属于条件 要求 或争取等等 跟这个老师啊 你就好比说 你跟老师 这个辈儿的人 不好 好像不好说话 我懂你意思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意思 但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一个人呃 是不是年纪成不成为一个 就是说他能不能升任某个工作的这个考虑啊 呃 其实我们要理解年龄啊 他只是一个 其中一个应用 对而且他是个很模糊的指标 就年龄不能够决定一切的原因在哪 比如说通常我们假设一个人到了某个年纪 比如说大学教授 到了某个年纪他就该退休了 所以我们假设人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他的智力可能会退化 他的记忆 会吗 对 反应吧 至少记忆力会下降 记忆力会下降吧 然后反应会缓慢 但是会不会理解力增强呢 有理解力会增强 好 那么我们通常会有这个 比如说呃 做很多呃 牵涉体力活的 对不对 也都有这个界限 但是这就问题就来了 就这个年龄只是个很模糊的指标 我们见过很多人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像我这样东亚病夫了 也有人呢 年纪很老了 像杨真明这样 对不对 还可以做领导 对没错 身体很好 还能生儿子 然后呢 真的 开玩笑 然后呢 有的人呢 他就比如说年纪很小的时候 可能记忆力就很差 年纪很大的时候 他说不定整个头脑越来越好 所以他这个只是模糊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这些特例不能来做数 对 就是说年龄还是要划这个线 我只是觉得呢 他不应该是唯一一条线 我总觉得 你你你 我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啊 比方说开国的时候不是十大元帅吗 嗯 十大元帅你仔细一看那个时候啊 他就不是论资排辈的 他除了那个朱德跟彭德怀排的第一第二 因为他们是总司令副总司令 第三位就是林彪 对 年轻啊 林彪年轻啊 他是论军功的 论军功的 因为叶剑英他们都排在品后面 照理说他们的资历都在他的前面 对论军功的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因素考虑在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啊 没有一个方法是万全的 有 其实是有 有 有咱们广告之后再聊 还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当然是国情不同了 每个地方做法都不一样 我们刚刚说的世界潮流 都是选年轻的领导人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几年啊 也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 做国家领导的 比如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里根是做到很老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啊 对很多国家来讲 政治人物的年纪的问题 反而还不如大学教授的年纪问题呢 那么困难 那么难搞 为什么 他们去选就好 就是说他们没有 通常是只有 他可以用选票做一样 他只有下线没有上线 下线就是说 你必须过某个年纪 才能够被选 但是你要到多老 才不能被选呢 那就没事的 那是老百姓自个儿判断 说哎呀 他会不会太老了 就老百姓来判断 但是大家的公认的权利 就是说一个在位置上 太久了以后 就怕这个权利 跟这个人的关系 那就有指定的任期嘛 指定任期 你看现在传出来 相对于十七大 这么正面的国际的反应 大家都知道 前一阵关系 德罗斯是吧 对 那个普京的这个 大家听到就掉眼镜 你听过没有 他肯定没有 他做了两届总统了 他们宪法规定 一个人只能做两届 那么他快下来了 可是他年纪还轻啊 这个胸口露出来 很不错啊 现在呢 他就重新参选 他有可能说 要下一次做总理 那么你想 他要做总理 那总统还能管事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呢 人家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 说实在话 后来他据说出来否认了 他说他不会做 就是说强权人物 你在这个位置上 人家就会 你知道以前蒋介石 台湾的那个时候 人家建议叫他推荐 说你总统任期到了 你推荐吧 蒋介石就说 我推荐赵元任 语言学家 赵元任 不是语言学家 赵元任 赵元来这个人 赵元任 那个赵元任 然后人说 赵元任不合适 那再找谁 于又任 对不对 这都已经成了 小话 他刚才说大学教授 我倒真想问问你 你能感到年龄 对人的影响 你在某些方面 肯定感到 就记忆力 记忆力啊 人家说25岁就是一个坎 25岁以后读书啊 忘掉的就比记住的多了 你到了四五十岁以上啊 你学生的名字 就不太容易记住了 你看说 但是当然理解力会加强 那么但是到了六十多岁呢 当然精力会下降 但是就是人跟人的差别 是很大的 人跟人的智力差别 所以真的会出现 有些人到了八十岁 照样非常 我就碰到过 有这样的看到过 这样的人 到了八十岁说话非常清楚 但也有些人生活当中 五六十岁就 就有点老太隆重 他们说就 所以你们讲的问题 我是觉得 有的时候一刀切 是件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办法 特别是在 比如说人口众多 那个的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 你看这个打工仔 最常投诉的是什么呢 说这公司简单粗暴 你没有考虑到我的特殊性 单听他讲 有没有道理 他有道理了 可是呢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如说像当年说的 什么分房子 像当年说的 涨工资这些事 你说你的个人情况 是很值得特殊照顾的 可是实际上 我照顾你一个 个个都特殊 我觉得一刀切 就像一副一切自己 虽然有很多问题 但是还找到 但是未来呢 会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现在 最近有很多品